国内的新冠疫情肆虐 进入公共区域 皆需测量体温及喷洒酒精消毒 造成额温腔及酒精工不应求 林浩龙和他的团队便研发出采用红外线热成显像仪 测量体温及高性能除菌灯珠 兼具测温及除菌双重功能的紫外线自动测温除菌门 让民众进出公共区域更为便利 目前市面上的产品量测体温 大部分都是一人一个动作制在量测 我们公司就组成了这些研发团队 来探讨说 若然在价格或是实用性 到底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 让大家能快速的进出 不要因为防疫的检测而造成时间的浪费 甚至造成二次的感染 我们当初会设计这个除菌门的出发点是 比如在机场的时候 那我们通过安检门 安检门会扫我们身上的金属的设备 那我们看到安检门就会想到 那如果我们的测温设备放在门上 那这个门如果又可以做移动式的 那是不是在使用上会便利许多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可以自动测温 那就可以便利移动及除菌的部分 达到我们一机两用的效果 除菌门被广泛运用在人潮密集的公共场所 为了回馈社会 林浩龙更大方捐赠给学校 让学生能够更顺畅地进入校园 对于我们除菌门它的精确度 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惊喜 学校的额温腔有四个啦 除菌门来了之后 其实它精确度相当好 那我们再搭配上老师的人力 就是说针对一些体温有异常的孩子 我们再用第二道的额温腔来量测 我们觉得这样搭配下面就相当的完美 时间会比较减少 然后老师也不用在校门口前面量体温 大家不用排队挤在那里 然后老师也可以比较不会那么累 然后比较方便 民众经过除菌门 两侧的除菌灯珠会发出紫外线快速消毒 节省人力之余 还能不滥用防疫重要的物资 此外除菌门的测温设备 皆经过缜密的测试 针对额温的测量 提高准确度超过37.5度 警报器便会响起 像一般我们民众如果要经过测温设备的话 一般的试验上是用全身凉色的部分 那可能我们拎着一个便当 或者跟热食 那其实测温设备就会报警了 那其实本身人体是没温度过高的情况 那我们的设备是focus在额温的部分 那额温的部分基本上是比较不会有干扰 及误判的情况的方式 那我们原来都是用人工的额温枪 当然大家都很知道 一方面能跟人的接触 那二方面那个人手跟它的动线 还有它时间上的花费 蛮不科学的 那装起来当然就搞变得很方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备真的是相当的理想 让我们节省了很多的人力 也让家族对我们公司的印象更好 结合疫情时代最需要的防疫与消毒功能 其可移动的设计 更可使用在许多户外活动的场合 在人潮拥挤处加速人员的流通 我们这次UBC社会们的投入 最主要是要回馈整个台湾社会 在这个UBC车温门的成立以后 能更便利地享受到人员的进出 学生的安全 人员的安全 当然还是以学校为最为起初的一个发想 所以说包括这次设计的核心价值 为了台湾的人民 包括小学生的安全跟福祉为主 来设计 这个是我们整个核心的理念 都是从一而终不会改变的 本着给予顾客安全感的初衷 林浩龙和他的团队为台湾防疫贡献良多 除了和第一线防疫人员 共同守护台湾人的健康 团队也将不断研发与改良产品 持续为民众带来更安心适宜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